接著就問有和,辛苦一下,上市可以怎樣看 我想他的意思是值不值得追 我覺得如果你說值不值得追 這個很大的問號就是看看你本身 究竟是炒IPO短線一下 還是不是的,真的覺得有和的前景好像挺好 想持久一點 這個又會有一點點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要看看自己的策略是怎樣 如果你說是純粹炒IPO 我覺得其實因為近期有市房移分好一些 二來你見他的招股反應其實都不算太差 還有今天暫時的價格都OK 我覺得少著參與一下是可以的 因為你初步都是炒工衰的 這個就沒得基本上所有的分析 雖然你說炒工衰 我覺得你這些位置可以少著去試 但是很明顯地以為 譬如今日暫時的低位2.26 做一個紫舌,立即穿低位就要考慮離開 這些是純粹是短炒的情況 但是如果你說看長線的基本面 其實有和不是說差 因為都是一些本地零售相關 零售相關的概念股 但是始終的增長就可能未必太快了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做一個中長線的 我覺得暫時可以等它過了這一陣線 即過了短期可能炒工衰 那個波動性慢慢定一點 而你之後見到它業績真是對版的 那可能才做一個部署會好一點 嗯 是 二六六六六五六五八